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英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就是英國報章 Huffington Post 《黑芬頓郵報》 今天就發佈了一段絕密錄音 這段錄音其實就是節錄字 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 和他的幕僚之間的一段視訊對話 在這段錄音當中 藍韜文就表達出一種意義 就是英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 就不應該把一些人權的標準上去 當然令到有部分英國政界中人 感到相當不滿 第二單消息就是英國首相約翰遜 剛才發佈了外交和國防政策的戰略報告 這份報告就被譽為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的三十年以來 最大的一次政策檢視 不過似乎有點兒叫雷聲大雨點小 令到有不少保守黨的高層 以及在英國的媒體都感到相當不滿 乃至於他們在口誅不伐 有些是狠批這份報告不夠強硬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藍韜文在那段絕密錄音當中 說了什麼內容 其實《黑芬頓郵報》所發佈的那段錄音 只有十九秒長 我相信它是從一段對話當中 折錄出來的 在這短短十九秒當中 其實只有兩句說話那麼大把 第一句 I squarely believe we ought to be trading liberally around the world 即是說我堅信一件事就是 我們是應該和全世界進行自由貿易 If we restrict it to countries with ECHR level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如果我們將貿易 限制到只是和那些符合 歐洲人權公約標準那些國家做貿易的時候 We are not going to do many trade deals with the gold markets of the future 即是說我們將會失去了和很多將來成長中的市場 去做貿易的機會 其實在他這兩句說話當中 就反映出有兩個重心 第一 他就強調了自由貿易的重要性 第二 其實他就不主張來去採取經貿的手段 來去應付人權問題 在這兩句說話當中就很明顯地反映了出來 當然這句說話到底是不是已經反映了事實的全貌呢 我們又看看南韜文辦公室他們如何解釋 他們就說這份截取下來的錄音是被媒體故意扭曲了 南韜文就清楚地向幕僚表示 英國是會為人權發聲的 同時也是對那些侵犯人權的人實施了制裁 但是 其實他這個解釋也是有點避重就輕的 因為他始終沒有說到 究竟他是否贊成 和那些人權記錄欠佳 或者是被認定為 侵犯人權的國家來繼續做貿易 反過來說 在那段錄音當中 南韜文就很清晰地說了一件事 就是經貿利益其實是壓到一切的 因為如果處處為著經貿來設置限制的話 就只會失去了將來的growth market 即是那些上升當中發展當中的市場 南韜文就不想喪失這些市場機會 當然啦 你這樣說的時候 第一 就會顯得其實挺難看的 因為 如果他在公開場合的話 就肯定不會說出這番的話 我相信這段錄音為什麼會流出來呢 就很可能 是他其中一些與會的幕僚 聽到南韜文這樣說的時候 就可能不是覺得很對勞 或者覺得看不過眼 於是就暗中錄下這些聲帶 就交給媒體來曝光 我相信情況就是這樣 肯定不是南韜文自己放出來的 因為對他相當不利的 在這種有心人裝無心人的情況下 其實南韜文 變相就是把他心底裡的說話說了出來 可能他真的堅信這套理念 他就是要市場主導的 他就是要利益主導的 所以在內部來說當然是毫無顧忌 公開說他不會說這些說話 反而來說 其實就是把他的心聲 變相爆出來 第二就是 其實這段錄音也反映得到 為什麼南韜文在處理新疆議題上 顯得有多少的投鼠忌器 因為原來他將經貿利益 放在很前的位置 很優先的位置 在今年一月初的時候 惠報報道 說關於全面禁止採購新疆棉花的建議 被認為是不可行的 事實上來說 現在英國的確沒有完全禁止來自新疆棉花 但是為企業設置了很多的限制 當他們要進口新疆棉花的時候 就要確保得到 那些棉花是不會來自強迫勞動等等 是有做到這些事情 但是沒有完全禁止到的 所以其實這段錄音 某程度上也能解釋到 為什麼南韜文會有這樣的決定 接著我們又去看看 關於英國那一份 外交與國防政策戰略報告 好 名字很厲害 叫做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競爭時代的全球化英國 其實我們在前晚的時候 也有說過這一段 不過很少人聽 可能發放太晚了 其實我也要調整發布片段的情況 多數應該要集中在早上、下午和晚飯的時間 不要在凌晨時分 因為我發現放上去也沒有人看 所以下次如果我在凌晨裡面 發現有些突發議題 我都留在第二天早上才說 好了 說回這一份戰略報告 在那段節目當中 其實我們也有分析過 就是說約翰遜首相 他就是想兩條腿走路 在經濟貿易上 他就是想和中國繼續合作 但是在其他範疇上 他就對中國有所防範 當然他這種態度 令到就算保守黨內部 有些高層人士都不是很滿意 也令到很多英國的媒體 對他口誅不伐 其實在那份報告當中 就很直接地把俄羅斯點名 就說他是一個明確的威脅 但是就把中國形容為 叫做體制的競爭者 還說要在中國造成的安全威脅 以及和中國發展經貿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 當然這個叫做兩條腿走路 令到有保守黨的一些高層 認為他這種想法是有多少天真 看看一個叫做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 那個創辦人Johnny Patterson 他就說 約翰遜政府從脫鉤到中國的議題 都是充斥著一個叫做Kekism 就是叫做蛋糕主義 什麼叫做蛋糕主義 就是叫做想兩面討好 但是大家知道了 兩面討好 往往的下場就會變成了什麼 就是兩面不是人 那這位Johnny Patterson 就把約翰遜手上的對華政策 歸納了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追求和中國有更多的貿易聯繫 第二強調人權和英國的價值觀 第三就是保護國家安全 他認為第一項和另外兩項之間是有著互相衝突的 即是他認為這種所謂又傾又債的路線是走不通的 認為走不通的又不止是他的 有部分的保守黨高層都是抱持著相同的意見的 其中一位就是夏議院的情報及安全委員會主席 Julian Lewis 他也是保守黨員 他認為約翰遜竟然想跟共產中國建立更深入的商貿關係 就反映出 原始於卡梅倫時代的天真 仍然在持續當中 至於保守黨的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勤達認為 這份戰略報告將會獲得北京政府的熱烈歡迎 因為中國政權會對於報告裡沒有直接批評他們而感到高興 甚至還會鬆一口氣 大家聽到這些言詞都算是很狠辣的 因為大家是同一個政黨 當他們評價這份報告的時候 都用上了一些相對嚴厲的措詞 反映得到他們的不滿程度相當高漲 另外英國的媒體又如何評價這份報告呢 比如說每日郵報就簡直說約翰遜這樣做就等同於向中國卑躬屈塞 因為這份報告對華態度 就比對俄態度軟弱得多 另外每日電訊報就說 約翰遜的對華立場是天真的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英國媒體對於這份報告的評價都是相當劣評的 但我經常都強調一件事 他說的時候就這樣說 但到他做的時候又怎樣呢 可能是另一套 所以在聽其言之餘還要觀其行 到底他在執行上來的時候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又是另一套呢 這件事我們就要持續來跟進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